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中国新闻社 能够让我们的练习登上这个舞台 谢谢 我相信 再也谢谢中国新闻社 丁和这个平台 谢谢 8月13号 2022第八届中华词笑文化节 在浙江杭州启目 以典型力量衡扬慈笑之光 这是中华慈笑文化节一直所坚持的 今年感动继续 评选出了十个年度中华慈笑人物团体 其中团圆公益行动打拐警察团体 为百味烈士画像公益项目 以及三十多年如一日 靠卖鸡蛋养活母亲和养女的盲人张喜平等获奖 他们上台分享时 由于感人至深的故事 多位嘉宾泪洒现场 大家没有忘记烈士 没有忘记 我们大家一起收烈士回家 谢谢 我在与君许国的路上 从不孤单 因为每位烈士画像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媒体 他就会帮我们把每个烈士的故事 展现出来 让这个烈士 不仅在我们烈士七人的心目中活过来了 他也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活下来 是一个有学有路的人 我把漫画家哭了 为什么哭了 我终于见了我的妈妈了 话题很小 特别是这个帽子 我听着你说 让我小人就不得了 为什么每次他们的法制类型 以后 被老娘一休 以后 叫做老娘暗冬半年 那么法制类型 把这个家做一个男子看来 法制类型 而且我这个家藏不起 今年漫画家蔡志忠 孔子76代敌掌村孔令利 2022年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冠军徐梦陶 冬奥奥运会体操女子平衡木冠军 管辰辰四位 接力加入中华词笑文化大使行列 为词笑文化的传承融入新力量 进一步扩大辐射半径 我上来就有点感动 因为今天整个都是在感动的环节中度过的 然后其实我爸爸妈妈今天也在场 然后我是七岁离开家的 到现在已经离开家25年了 因为我爸爸是大天初一的生日 离开家之后我没有一个生日去陪伴父母 陪伴我爸爸过的 所以现在我也特别特别感触 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感谢他们赋予了我生命 然后给了我无限的动力 陪伴我支持我 让我可以在自己喜欢热爱的事业中 不断地去前进 可以有机会为同国在赛场上 生活机组上博歌 同时呢我希望和爸爸妈妈说 明年爸爸的生日 我们可以在一起过了 一路走来 中华词笑文化节 年年都有新特色 新发展 新的感动 词笑文化在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中 正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讲述出许多中国人 传承至今的情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